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稳稳当当的保住大明江山 然后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的让太子朱镖继位 朱镖的是朱元璋原配夫人马皇后的长子 他既没有经受戎麻红索 生活磨难 意味深陷功为精变 他的一生似乎完全是在风平浪静中度过的 朱元璋为了培养这个接班人 广聘明如 在宫中特设大本堂 筑藏各种古今图书 让朱宁如伦般为太子和朱王讲课 并挑选才俊青年版图 而彪也很孝顺 对父母姐妹言必称亲 对宋连等人言必称师 对百姓民众言必称爱 因此深受使人喜爱 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 朱彪亦被立为太子 为了训练出理想的继承人 能干的守城之军 朱元璋处心积虑 费尽心机 建国后 不仅广聘明如 在宫中特设大本堂 筑藏各种古今图书 让朱明如伦般为太子和朱王讲课 并挑选才俊青年版图 还在教学中 全革要求太子的一言一行 都需按理法行事 朱彪22岁那年 朱元璋见他年纪已长 岁令今后一切正事 并且太子处分 然后奏文 为的是有意让太子日临群臣 听断朱司启事 以练习国证 朱彪尽管生于安了 但并无顽固之习 换句话说 他没有辜负父亲的寄托 他脱能领会 而且还尽心受教 所有一切都与朱元璋的积极 科学 严格 有效的教育培养是分不开的 建国后 朱元璋先后杀掉了刘基 李善长等文官 又杀掉了徐达 傅友格等武官 朱彪见状 大为不仁 常常劝说朱元璋 陛下杀人太多 恐伤了何气 朱元璋刚开始选择了沉默 后来 见他说得多了 便让人找了一根带刺的木棍 丢在地上 让朱彪捡起来 朱彪自然很怕扎手 不知该从何处下手 朱元璋冷冷说道 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木棍上的词 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按理说朱元璋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 朱彪应该收敛才对 然而 朱彪丝毫不为所动 依然傲然道 上有尧顺之君 下有尧顺之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怎么样的皇帝 就有怎么样的臣民 朱元璋大怒 拿起椅子要朝他砸 朱彪眼看形势不妙 不时时机的把一直怀藏于兄的父子徒吊在地上 据名山藏记载 朱元璋在征战中 经常为敌兵追击 马皇后数次背着朱彪 带了军中逃的性命 后来朱元璋被纪念马皇后 背着儿子朱彪行军 而请人精心绘制成了父子徒 结果 朱元璋举的高高的手 看到了父子徒后 勾起当年南征北战时的情景 还有和马皇后的患难之情 终于无奈地放下来了 朱彪因此逃过了一劫 红武七年 孙贵妃去世 朱元璋令孩子朱彪扶其摔杖机 朱彪以其不合理法而拒绝执行 这一次气得朱元璋升级 魏勇剑来追他 最后在众人的劝解下 事态才得以平息 然而 通过这件事之后 父子军臣间的嫌隙越来越大了 朱彪没能说服朱元璋 却很快来了个英年早时 红武二十四年 公元一三九一年 朱彪受命巡视陕西后 因疾病缠身 旅途劳顿和各种压力 导致卧床的起 最终于此年四月撒手人寰 史称朱彪是因风寒而弊 然而素问玉姬真赃论 解释为 风寒刻于忍 使人毫毛必直 皮肤壁而为热 简言之 就是今日的感冒 是怎样的感冒 居然还会夺取一个年纪轻轻的男人生命 如若真是如此 那么 明朝的妙西雍 怎么可能在《本草经书》里早有告诫费精无火 应刻风寒作售者己知呢 因此 说是风寒而弊 这似乎与理不合 有学者认为 由于性格和政治观念不同 朱彪和父皇朱元璋间的分歧日渐扩大 冲突不断升级 这类的矛盾和冲突若出现寻常人家的父子间 也就罢了 但发生在皇太子和性情暴力的皇帝身上 这给一文太子造成心理压力之大 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情境中 朱彪不仅难以意气风发 愁愁满志 相反不得不常常在漫长而没有期限的等待 紧张 郁闷甚至惊恐之中苦忍肚致 这些无疑早已在逐步的消耗着他的心力 损害着他的健康 终止因一次似乎偶然的事件而一并不起 还有学者认为 朱元璋对朱彪的宠爱渐渐转到了他的另一个儿子朱赏身上来了 对此 兄弟俩虽然还没有上演反自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的局面 极有可能是朱元璋对朱赏的喜爱 让朱赏开始觊觎皇位 导致兄弟之间矛盾重重 相互怨恨 朱彪越来越感到压力巨大 心理和精神压力过大 可能是诱发朱彪英年早日的一个原因 朱彪虽然走了 但他继承大统的血印并没有中断 他死后 朱元璋悲痛不已 欲动小门 对群臣妻第一次显现出其悲光 苍凉的独裁者的惊恐 为他举行了极隆重的葬礼 赐氏号一文 四个月后 他的赐子允文 长子雄名此时已逝 被正式立为皇太孙 致历史工作室欢迎您来稿 来稿需是原创首发 谢谢参与支持 赞赏是动力 转发是鼓励 原创不容易 请多珍惜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